听到上课终身 学生们纷纷感觉到教师报道 他是动物大学 维生物系二年级的邹同学 这学期修了21学分 平均一天要上8.4小时的课 公共政策参与平台 有人发起周休三日提案 如果真的实现 邹同学能接受吗 如果是要压缩到四天上文的话 我会觉得有点赶 如果是五天份的话 那个课业其实就已经蛮多了 以邹同学为例 把五天的课能缩到四天内 平均每天上课时间 将从8.4小时拉长到10.5小时 比起国高中还更累 只不过东吴大学校长 已经率先表态 愿意成为国内首监 周休三月的大学 秘籍式的学习 通常被认为是比分散式的 学习的效果要好 把原来五天的课程 把它排成四天就好了 所以因此学习的内容 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东吴大学在教师节 圣诞节都放假 也是全台唯一劳动节放假的大学 东吴大师校长潘伟大认为 周休三日是更进步的做法 但从整个其他西方各国的一些 这个大学来看的话 学习与学习之间 通常就一个礼拜的休息 因此就没有所谓寒暑假了 一整年就在学习 秘籍式的一个学习 全教总也认为 可以让孩子们有更多时间 去做自我探索 只不过想要实施周休三日制 姿势体大 教育部回应涉及政策法令 还有待跨部会评估 大学医的留意 对教师授课及学生学习需求 可能产生影响 谨慎评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